周末开了这朵花 我就在想些关于蝴蝶兰花的问题 比如 蝴蝶兰的花期为什么这么长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了解了一下蝴蝶兰花的寿粉 就有了些关于蝴蝶兰的猜想 那我们先来看看寿粉 再说猜想 这些花已经开了很久 接近尾声了 我今天就用它来试试寿粉 蝴蝶兰是雌雄铜柱 从侧面看的话就是中间 一个柱状的像鼻子一样的东西 从正面看的话 就是那个白色的三角形 那个位置 就是它的蕊柱 下面那个翘起的花瓣 也就是我写了停机瓶的那个花瓣 据说是为了昆虫可以降落在上面用的 中间芯里那个黄色的部分我不知道是干什么 我猜会不会是蜂蜜花蜜用的呢 花心两侧还有两片小小的花瓣 像路障一样 我猜是不是用来遮挡昆虫的视线 告诉昆虫不要往两边看 直接往里走 好帮它收粉呢 放大来看就比较清楚了 白色的三角就是雄性的花粉所在的地方 雌性的柱头所在的地方就在这个白三角后面 能看清吗 有开这个口 我本来是计划用小镊子把花粉夹出来 再用镊子放进瓷蕊里去 正要这么做的时候 突然想 自然界里昆虫又没有夹子 是靠后背来帮胡迪兰授粉 那我怎么才能尽量模仿一下昆虫呢 于是我找了根棉签来假装是个虫 我这个棉签虫就在花心里蹭呀蹭呀蹭呀 试图把那个熊蕊给蹭开 但是看起来不那么容易 我都拿那个去抠它了 它还不开 但我还是很有耐心的在那里蹭呀蹭呀 继续蹭 终于蹭下来了 看到了吗 这个黄色的就是它的花粉 好漂亮的两粒黄色小珠子啊 外壳还是半透明的 这个白色的小东西 看着只有细细的一点连接在棉签上 但是粘的居然还挺结实的 我现在就试图把这个花粉送到瓷蕊里去 但是不太容易 我这个棉签可能为了躲避镜头 但它蹭的那个方向稍微有点斜 所以我现在就有难度了往里放 但是我也不打算借住夹子 还是要用这根棉签把它蹭进去 我再努力 昆虫是没有瘦的 就是这么蹭 我也往里蹭 哦哦 坏了 皮蹭进去了 花药留下了 诶 你别说 这小东西还真是挺可爱的 棉签上我本来只是以为细细的一点粘在那 居然还像鸭子似的有个谱 那么一大片粘在那 难怪粘的还挺牢的呢 哦 越看越可爱 长得好精致啊 它怎么想的呢 怎么设计的呢 长得这个样子 太可爱了 再多看一会儿 估计就不舍得放进去 赶紧想想办法给它放进去吧 它那个瓷蕊那口 还被它那皮给堵在那了 还得把那个皮给拿出来 能看到吗 那白色的部分堵在那个口上了 没什么缝隙能让那个黄色进去了 就只能把那个皮弄出来了 我还是不用镊子 试试用这个棉签 能不能把那个皮给蹭出来 就像万一昆虫也发生这种事呢 能不能再把那皮 又用后背给蹭出来 还真蹭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 黄色的小花药放进去了 你看它那口呢 还有两条 两个小条 像两个小手似的 诶 进去了 诶 它怎么就知道 进去了以后 就不粘在我棉签上了呢 可能被那小手给刮起来的吧 这是那个皮站在我棉签上了 哇 好不容易啊 把那些皮还能给摁回去吗 它的鼻子尖还真给摁回去了 做完这一个有经验了 再弄个试试 这次我那个棉签就比较正的进去了 不像刚才那么侧着了 看看这次会发生 哦 这个块一下就弄下来了 这次这个粘的正正的了 没有像刚才那样斜着 这个应该不那么难放进去吧 我们再把它放进去试试看 结果是 也着实的不容易啊 我又在这费了半天劲 一点一点的往里蹭 这一下 我算明白 蝴蝶兰的花期 为什么要这么长了 它得有足够的时间 让昆虫来给它授粉呢 开的时间短的那些 还没等到虫来给它授粉 就卸了 也就留不下后代了 就只有这些 成月成月的开着的 才有可能等到一个虫 那么偶然的来给它 把这个花粉 放到它这个磁蕊里去 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但这么不容易 蝴蝶兰居然也 繁衍生息到了现在 人工养殖也不过是 近一两百年的事吧 不过 我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蝴蝶兰 选择这么一种 不容易的方式来授粉呢 我是没想明白 如果您知道答案 先谢谢您不吝赐教哈 刚刚我们看到 蝴蝶兰只有两粒黄色的花粉 为什么它不像其他很多植物那样 有数不清的花粉呢 我上网查了 说是蝴蝶兰为了节省资源 因为馋在树干上嘛 获取养分也不容易 意思就是 蝴蝶兰是个苦出身啊 很会过日子 绝不能无谓的浪费那么多花粉 这要是其他的花都向蝴蝶兰学习了 大约 人类的花粉症患者 就不存在了吧 除了开花接种这种繁殖方式 我顺便还查到 如果把蝴蝶兰的芯砍掉 不是花芯 是那个叶子的那个芯砍掉 它可能会从侧面再长出几个小苗 这样也是一种繁殖方式 但是我是没舍得是 还查到说蝴蝶兰的种子很小 小到可以随风起舞 这样就可以散播出去了 但据说家庭环境下受粉 成功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出芽的可能性极低 说是几乎为零 既然这么难发芽 也不知道自然状态下 是咋活到现在呢 这又是一个疑问 我解答不了 不过我又有一个猜想 因为种子繁殖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蝴蝶兰还准备了备选方案 花蟹后花梗有可能生出小苗 这种繁殖方式 新苗虽然跑不远 但是可以巩固并略微扩大 现在有的地盘呀 关键是还节约了资源 没有白白浪费掉花梗 秉持了蝴蝶兰一贯的节俭作风 说到这儿 我又想到蝴蝶兰的根 能缠绕固定 能吸收存储制造水分养分 一根多功能 叶子也是兼具了制造与存储的功能 如此看来 蝴蝶兰真是节约能手啊 但是对花却无比的大方 在那么贫瘠的地方 辛辛苦苦的积攒着养分 就为了能开出一串 那么美丽的花 就要别打开 对花却无比的大方 出发了